昨天,凌晨啊,梦也不知道哪个梦里边,还出现了场景。 就那个,好像是那个房子,就像我那个深圳的一个房子里边,那个一个大厅里边,葬了一个房道厂。 然后呢,葬了,卸下来了以后呢,又葬上去了。 葬了上去以后,然后东西抬出去的时候,又不拆那个的话,就还没法抬出去。 没法抬出去,从那个仓库里边。 一定要把房道房拆了以后,才能抬出去。 我看到一个棺材有印进去,一个棺材运到一个地方去,应进医院去棺材。 然后再隆重地把它印出来,再把它印出来。 一个棺材印进去,印出来。 普通的人呢,就没有那么麻烦。 普通的人,先把人拉出去,拉到一个特定的地方,或者回家什么之类的。 或者到哪个地方。 印了,离开了医院,然后再把它占到棺材里边。 现在这个不一样了,身份不一样了。 已经神化了。 神化了一个,所以要把棺材先,现在要印到医院里边。 要在医院里边全部要搞好了以后,再张进棺材再印出来。 所以棺材印到医院里边,还有一个仪式感。 所以要拆医院的一些设施,拆掉一些设施,棺材才能进去。 用完以后呢,孩子要特殊的,不能倒完。 然后呢,要把他抬出去。 所以哪一个路段都要把他建议起来。 都要建议起来。 所以,事情多得很,多得很。 因为身份不一样。 身份都不一样。 因为身份不一样。 所以做出来很多的事情。 大家只能慢慢等待。 慢慢等待。 你们就开的假讯门就可以了。 先喂点料给你们。 喂点假讯门给你们。 然后你就慢慢等吧。 因为他们的事情太多了。 每一个环节都要按皇帝的套路。 所以慢慢等待。 慢慢等待。 知道了。再见。